嗨 歡迎回到生活不就這樣 我是老闆 我是小謙 我們今天這一集 是要來帶小虎M到我們新家 我們之前一直還沒有把他們帶來 是因為家裡還有一些大家具 或者是會有一些可能工人會來裝窗簾或什麼的 我們怕會嚇到他們 小虎會害怕 對 以之前的經驗就是來修個冷氣小虎都會嚇得要命 所以我們就是想說 等這些主要的事項結束之後 我們再來帶他們回來 當然還有安全防護的東西也要做 講到寵物居家安全防護 我們這次做了一個比較特別 跟之前不一樣的是加了這個寵物圍欄 希望他們可以在家裡的房間或者是客廳都可以自由走動 但是因為如果我們要進出大門的時候 還是會擔心他們一緊張往外跑 往外跑就很危險 就會可能會只回不來 所以我們在這個玄關的地方加了一個這個 看他這樣扣上之後 這一片就等於有一個高度的圍欄 這樣子我們要穿鞋的時候就可以 出去之後把這個門關上 然後他們就不會跟著我們的腳步一起衝出去 再來就是窗戶的部分 窗戶的部分 跟我們之前在家裡的時候做法一樣 就是會在窗溝的地方 加入這個鎖扣 就是他窗戶是沒有辦法再打開的 你想要開通風的時候 還是可以開一點點 也不怕他們會因為手箭 然後就推了這個之後 就把門推開 然後就從這出去 這會非常危險 所以我們最主要的這兩個安全防護都做完之後 我們才去把他們接回家 五歲的大貓咪了 應該沒有那麼害怕了吧 但他們在我心中還是小貓咪啊 因為他們來的話 就同時要連同他們的水啊 食物啊 飼料盆 廁所對 全部都一定要一次帶來 所以這一趟也會蠻辛苦 好 走吧 東西都打包完了 最後一個步驟囉 打包寶寶 貓殺 貓 走囉寶寶 你兩顆頭 那我拿囉 走囉 要搬家囉 不怕爸爸媽咪都在喔 理論上 一隻貓一個籠子是最好的 除了空間更大之外 也能避免在籠內打鬧受傷 但依據我們的經驗 M只要一離開小虎的視線範圍 小虎就會緊張的瘋狂大叫 加上我們這趟是自行開車 車程大約只有五到十分鐘 幾乎不會接觸到別人跟其他較多人的環境 所以我們才決定讓他們兩個擠一下 減緩他們的緊張感 嗚嗚 有一點點緊張嗎 有M在旁邊好像就比較不會叫欸 你就說他們是大貓咪啦 對啊 大貓咪啦 他看得到爸爸 看得到貓咪就很好 嗯 還看到摸摸 上一次你記得你上一次出門的時候 叫的跟什麼一樣 喵喵 結果這一次出門就是要搬家咧 連命訓練還好也有用吧 對啊 我們最近這陣子的籠子全部都放在家裡 而且 對 小虎最近很喜歡這個籠子 所以他現在可能覺得這個籠子很有安全感 你準備好了小虎 要跟我們一起去新家了對不對 之前都沒有看到你進去欸 之前都是小虎進去 難得看到你進去 欸欸欸欸 人家在試溢 你 你打人家幹嘛咧 摸摸張超可愛啊 要搬家了嗎 오 死 FO 摸摸 mouse 是摸摸吧 毛ブ А現在比較遭動一點 我們要去新家啊 嗯 很快就到了 那裡有很多地方你可以跑來跑去喔 沒事 一下就到了 等一下就有好吃的 那裡有很多好吃的喔 很多喔 超多的 摸摸喔 而且很好玩喔 沒事沒事 咕咕摸摸回來了 看起來很難看 漢堡給貓咪去搬東西了 等一下就回來好不好 我怕不怕 我怕最好 就很燙 你看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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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仆准备 小姐 王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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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妳在裡面 都躲進去了 欸 萌萌在 萌萌為什麼在牆上 他剛剛是覺得他自己躲起來喔 這個太幽默了吧 有一點害怕是不是 寶貝媽咪在這裡啊 蓋回去 他說我躲得好好的 你別吵我 你別吵我 你不要吵我 對話說就比那個 你很多人在這裡 他怎麼看 我做的好想 對啊 你餓不了 那這個 我現在在這裡 後面這裡 他可以看得到我們 那是我們裡面看到他 對 M也是 M這樣看得到我們嗎 不是啊 M這樣會抽筋吧 欸動了一下 腳有點痠啊 腳有點痠 平常都會掙脫 從你手上瘋狂掙脫 現在發現爸爸手上好像是最 最 最安心的 黃大人 黃大人啟動 黃大人啟動探索 他都一直滴滴的欸 這是你的新家喔 M 火火要出來嗎 我覺得他要進去 所以有一個籠子他還是挺安心的 蛤你覺得裡面比較安全你就進去啊 但他好像有點好奇 好像看 看一下木木在哪裡 對 出來啊 出來啊 可以 我們都在等你 你在跟誰宣告什麼 我知道 我知道你來了 你不喜歡這個床喔 借你換一個 沒有底下可以轉有點討厭 對不對 可以啦 但有在走應該就是好吃 嗯 他總是需要把這個 新房 新家整個探索一邊 貓咪到新環境的時候 可能會因為緊張 心跳加速 甚至有呼吸急促的狀況 雖然他們都已經願意出來走動了 但只要我們進出房間一次 有開關門 或者是其他的聲響 他們就又會回到緊張的狀態一次 所以這種時候 真的要盡量減少不必要的動作跟聲音 拿飯給你吃 讓你不要那麼緊張 阿你為什麼躲在飯下面 進去了 你不怕了 我媽媽 唉唷 上來了 好棒喔 他躲在裡面的時候就完全不叫 他躲在裡面的時候就完全不叫 出來的時候就會叫 可是姊姊姊姊在裡面啦 姊姊在裡面 你先讓姊姊上廁所啦 還是剛剛姊姊就是叫你過去陪他 不然他一個人上廁所會怕 原本以為小虎只是想要上廁所 後來才發現 他是一直想要找一個可以躲藏的更好的地方 嗯 我都不敢動欸 我都不敢動欸 可是你 你要快怕房子拆掉了 天啊 天啊 怎麼辦 你是想要找地方躲起來嗎 感覺一直在轉角落欸 嗯 你的臉好委屈喔 喔 沒事 啊 你 好用力 好 你要下去 給你下去了吧 你是為了要躲到旁邊而已嗎 是嗎 我們這個貓沙盆上下蓋剛好 壞掉了 蓋不緊 結果他就這樣 直接把他沖破了 呼呼把他摸摸的箱子裡面了 摸摸已經可以躺平了耶 你好棒喔 呼呼你也很棒但是你慢慢來 好嗎 一直到睡前才終於決定在紙箱內趴下休息 隔天早上發現小虎找到了一個更棒的長生之處 我們的小虎現在還躲在抽屜裡面 我的手伸進去摸摸是可以的 但是就是外面很害怕是不是 你自己找到了一個很安全的地方 你在裡面跌倒是怎樣 要出來嗎 你準備好了再自己出來喔 這是一隻有點好奇但還是很害怕的貓咪 不知道是可以的 要是我的行程 我什麼都可以去呢 不知道allaudou 我什麼都不在哪 妳出來啦 我真的出來啦 好 你自己大觸看看 唉呦 一點點動進來還是會怕 小虎終於去吃飯了 欸 你怎麼才吃兩顆 你去吃啊 在舊家的時候就先準備好他們的外出容 讓他們適應 盡量準備多一點他們熟悉的味道的東西 然後接著就是 讓他們自己慢慢的去適應 自己出來 雖然說小虎昨天超級緊張 但是現在已經好像好一點了 可以吃飯了 等到他們自己真的覺得可以了 他們就會自己出來走走 然後讓他們自己摸索這個新的環境 還有像是給一些有貓薄荷的小老鼠 就會讓他們比較放鬆一些 還有小虎最喜歡玩踢球了 就拿一顆小球給他玩 我覺得我只要不開門之前 他可能都沒那麼怕 等一下他開門可能就要再怕一次 但是媽咪 我很餓你們也不准吃飯 真的是 來 雖然把我們囚禁在這個小房間裡 你很棒 獎勵 雖然說他們之後預計會在整個家裡爬跑去 但是一開始會把他們局限在相對比較小的空間 這樣也比較不會那麼緊張 所以我們暫時也會先把他們熟悉的外出容 還有食物盆跟水盆 還有廁所 就是暫時放在房間 然後等到他們都比較適應之後 在開放房間門讓他們去外面晃一晃 今天是搬家的第二天 我們更新一下 沒有 我覺得他是被自己的影子嚇到 你有看到影子嗎 喔 那是你 那是你本人 睡覺囉 你今天不怕了 你好棒 來 上來摸摸 歷經了一天 小火已經適應新家了 至少房間裡適應了 接下來就是 找機會再探索外面囉 現在小火M 已經可以在房間 比較放鬆的自由走動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嘗試把 房間門稍稍的打開 看他們願不願意出來 出去啦 太急了吧 哼 因為我們完全沒在怕啦 看了一下有點怕要跑回去 怎麼很可愛 第二次 第二次 看你 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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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隻 一隻 一隻 你怎麼那麼怕 這是以後你們都可以跑來跑去的地方 雜物還很多啦 但是先讓你們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不然你們聽到我們在外面 你們都沒有看過外面 就聽到我們在外面的聲音反而會有點害怕 一有聲響就逃跑 小虎 小虎 小虎跑走了 小虎 是不是其實沒有很可怕 總之小虎M入住新家算是大成功啦 他們接下來會慢慢適應 然後自己到處探索未知的區域 但至少已經沒那麼害怕了 可能對於這附近比較少聽到的聲音還是會有一點點緊張 但這總是需要一點時間的 那今天小虎M入住新家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哇 陽光灑在你們身上好漂亮喔 你看這個陽台也可以跑來跑去 是不是很快樂 我都覺得快樂了